林黛玉做五美银非常郑重 不但做诗颂养 还摆了共作基品 究竟这是单纯的祭奠五美 还是暗藏其他选境呢 以下请听拜家里依稀说 唯唯到来 大家好 我是拜家女 欢迎收听我的节目 《红楼梦》里有五位和林黛玉容貌 体态性格和悲剧命运相似的女孩 在形象上 他们既是独立的 又是互补的 因而形成一级两名的效果 例如 习为差妇 勤为带颖 就是说 我们可以在习人和宝钗 勤文和黛玉身上 看到对方的影子 《红楼梦》第六十四回 林黛玉在七夕之日坐五美银 勇探五位女子 黛玉说 我曾见古史中有彩色的女子 终身遭记令人可心 可羡 可悲 可叹者甚多 今日饭后无事 因择出数人 胡乱凑几首诗 以寄感慨 诗中所勇之人 正好照映着小说中 五位与黛玉互为身影的女子 这是《红楼梦》作者 在人物塑造上刻意经营的效果 其中包含 兼具差一代之美的秦可卿 原文说 其二是秦文 原文说 有一个水蛇腰 削肩膀 美眼又有些像你灵妹妹的 其三是灵官 原文说 梅醋春山 燕瓶秋水 面薄腰仙 苗苗亭亭 大有灵黛玉之态 其四是神寺秦可卿的香灵 原文说 倒好个模样 竟有些像咱们东府里 容大奶奶的品格 其五是游三姐 原文说 一个是咱们姑太太的女儿 姓林小明叫什么黛玉 面旁身段和三姨不差什么 第一首是永熙诗 一代清晨竹浪花 吴公空子一儿家 孝平莫孝东村女 头白西边上晚沙 昭为月西女 目作吴公妃 西师原是月国的晚沙女 因为清晨的美貌 而与正诞一起被送往吴国 成为吴王夫差的宠妃 传说吴国灭亡后 月王勾剑曾想接回西师 王后深怕西师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便偷偷命人将西师榜石成江 陈师江中的西师想回到儿时的家 变化作一种名为西师蛇的隔离 壮似吐舍玉象人言 因此黛玉未从沉鱼之毛下笔 而是感慨一代清晨美女的早妖 她早已溺壁江中 随着浪花消逝 而冬春的丑女 虽因笑评而备受嘲笑 却能过着清平而无忧的日子 平安终老到白头 秦可卿的出身 远是养生堂的弃婴 被迎善郎秦叶收养 后来嫁入豪门 成为宁国府长孙贾荣之妻 却因善风情 丙月貌 而遭贾荣垂涎 最终命丧天香楼 西师和秦可卿都因美貌而不得善终 秦可卿的叛词说她 善风情 丙月貌 便是败家的根本 同样的 西师善风情 丙月貌 也成了王国的根本 因此 黛玉发出了 不限清晨血染沙 偏意东师看晚霞的感慨 相信他们宁可做一个 冒仇深情的晚沙妇 也不愿因绝世美颜而生死仓促 第二首写的是于姬 长段乌椎夜笑风 于姬忧恨对崇同 秦鹏干受他年海 引荐何如楚藏中 这是楚汉相争惊心动魄的最后一幕 向羽身陷十面白斧 兵败该下 眼看大势已去 于姬寒泪说 汉兵已掠地 四方楚歌声 大王意气紧 见妾何了生 在这个曾经对自己无比宠爱呵护的男人面前 于姬抱恨此君 拔见自吻 他宁可在心爱的人面前快意而死 也不愿日后苟活而备受羞辱 相较于卖主求荣的英步和彭越 最后反被刘邦剁成肉酱的下场 鱼姬 执本 劫来 还劫去 强于 污闹 献取钩的 坚真不取 在这些男人面前 更显强大 而秦文因风流 灵巧 张人怨 被王夫人逐出大观园 她是怡红院中最受宝玉宠爱的妖环 是南逢的季月 易散的蔡云 此前她把自己手上两根长指甲咬下来给宝玉 跟宝玉交换彼此的贴身肚兜 用最刚烈的方式向宝玉告白 她始终守身如玉 岂容贾府那些谣言会语 栽赃污蔑 执本劫来 还劫去 强于乌闹 献取钩的 清白高贵 到死都要捍卫 第三首 明飞 绝艳惊人 出汉宫 红颜 命薄 古金铜 君王重视清颜色 与夺全合必化工 《西经杂记》里面说 原地后宫既多 不得常见 乃使化工图形 暗图照姓之 诸工人揭露化工 多者十万 少者亦不减五万 独亡强不肯 遂不得见 匈奴入朝 求美人为燕之 于是上岸土 以昭君行 急去照见 冒为后宫第一 善应付 举止优雅 地毁之 而明吉已定 地重信于外国 顾不复 顾不复更人 意思是 绝美的王昭君 因不肯贿赂 化工 毛岩寿 以致 汉原帝 不曾照见过他 后来 匈奴来使 求经 汉原帝 按宫女徒 选出 画像 平平的 王昭君 朱塞和清 临行前 才见到 拥有 落雁之美的 王昭君 他举止端庄 谈吐优雅 媲美西施 陈宇之貌 令汉原帝 悔恨不已 但又无法 失信于禅宇 只好忍痛 让王昭君 出功远驾 但欲同情 以身许国 为国牺牲的 王昭君 感叹 红颜 命国 古金童 认为 古金红颜 都有身不由己 的悲哀 即使君王 不看重 女子的容貌 也不该将 影响后宫 女子命运的 决定权 交给一个 小小的 画工啊 欧阳修的 明妃曲说 明妃去实泪 撒向枝上花 狂风日暮起 漂泊落谁家 红颜圣人多薄命 莫愿东风当字皆 最后一句 最后一句 莫愿东风当字皆 正是林黛玉做五美银前一晚抽到的花签 第十六回 贾强从苏州买了十二名少女 安排在荣国府李香苑学戏 其中唱小淡的林冠色意双全 最为出众 原非 兴倾家戏时 戏班总管加强要林冠表演花旦 游园精梦 林冠不肯 执意要表演自己本行的贴旦 相约相骂 后来原非传戏班子入宫表演 林冠又推说赏字哑了 不肯演唱 许多读者对林冠刷大牌的表现十分反感 但是于平婆先生却表示欣赏 认为人人都畏惧荣国府的富贵权势 只有林冠敢公然反抗 第三十六回 贾宝玉读了牡丹亭 突然想听林冠唱一段鸟青丝 戏官们见宝玉来到李香苑 都赶紧笑迎让咒 只有林冠起身躲开 并正色拒绝宝玉的请求 让从未遭人拒绝的宝玉好生受伤 贾强用高价买了一只鸟雀想逗林冠开心 当时秦文的月钱是一两 这只鸟儿就要一两八钱 没想到它冷语回呛 说自己被关进贾府这个没人性的老坑 就像龙中这只鸟儿一样没有自由 贾强是在拿这龙中鸟来暗酸它 贾强马屁拍到马腿上 只好幸幸然将鸟儿放了 看得出来林冠的脾气倔强敏感 反抗性很强 第三十回 五月的烈日下 宝玉见林冠一人蹲在蔷薇花架下 用毡子在地上一遍又一遍地画着墙字 连下雨了都浑然不知 风露玉地 寒愁玉气 宝玉背着优美如画的意境 浓郁眷有的情思迷住了 汴之灵有一首诗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宝玉痴迷地看着林冠 林冠痴迷地想着甲墙 风露清愁 娇柔鸟磨 林冠画墙成了《红楼梦》中的经典情节 和黛玉藏花 和带玉藏花 宝钗铺蝶 香云醉眠 同样为人津津乐道 但一个是地位卑微的戏子 一个是宁国府的敌派玄孙 两人相恋 注定要悲剧收场 林冠在第36回出现可写的症状 嗓子哑了 唱不出来 推测已经染上肺结核 第58回 西班子解散的时候 十二冠中已经没有林冠了 从方冠口中知道死去的药冠是小蛋 死了以后补上蕊冠 那么原来的小蛋林冠哪里去了呢 作者很可能是想借着偶冠祭奠药冠的事 间接告诉我们 林冠早在药冠之前就已经死了 第76回 秦文被污指得了女儿牢 立刻就被王夫人撵出大官员 林冠若确诊得了肺牢 势必也要撵出贾府的 甲强为林冠买的鸟叫玉鼎金斗 暗示甲强和林冠也是金玉之源 玉鼎金斗其实就是金丝雀 金丝雀所在金龙之中 要贤起串戏 做贵族们的玩具 林冠是渴望自由的金丝雀 使之所向金龙听 不及林间自在提 但林冠染病了 离开了贾府这个牢笼 他能活得下去吗 黛玉给出了绝艳惊人出汉宫 红颜命薄古金铜的答案 即使贵公子贾强不在意他 缠弱身躯下憔悴的病容 他也无意将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任何人 红颜圆圣人多薄命 莫愿东风当自接 《红楼梦》的作者已经含蓄地告诉我们 林冠已悄无声息地死在贾府外了 第四首绿珠 瓦礼明珠一粒炮 何曾十位重骄扰 都愿顽府前身躁 更有同归未及了 绿珠是西晋豪城石虫的爱妾 当时另一位全臣孙秀向石虫抢索绿珠遭拒 便怀恨设计陷害石虫 石虫在金骨园被捕时 对绿珠说 我因你而获罪 绿珠明白石虫不愿孙秀因此夺得所爱 便哭着说 妾当孝死军前 不令贼人得逞 于是坠楼自尽 孙秀后来杀了石虫全家十五口泄愤 誓说新语太子篇记载 石虫美妖克宴吉 常令美人行酒 克饮酒不敬者 使皇门交斩美人 意思是石虫每次宴客 常常要美女劝酒 若客人不愿饮酒 就叫家努斩杀劝酒的美人 可见石虫交涉残忍 杀忍如儿戏 视美人如瓦丽 绿珠是石虫以石壶珍珠换来的 石虫爱炫耀 喜欢羽人豆腐 绿珠实际上只是贵族奢侈享乐 相互争夺的牺牲品 林太玉对石虫的作为十分不以为然 她说美女不管是瓦丽还是珍珠 石虫同样随意抛弃 不曾联系 对待绿珠哪里算是真心的疼爱呢 如果不是前世造福积德 今生又有什么资格与美女同归于尽 相伴共赴皇权呢 在《红楼梦》里 薛盘为争夺相邻打死逢冤 仗着自己的前世地位 为所欲为 到手之后又不加以联席 任由夏金贵百般领入 相邻冤死 与绿珠坠楼 同样都是欲人不熟 在不得已之下所做的人生选择 第五首《红符》 常见雄坛太字书 美人聚眼视穷徒 诗居余气阳公墓 岂得姬妮女丈夫 这首诗出自杜光亭求然客传的故事 大意识 李静深沛常见 雄辩见坛 神情仪态超凡 红符女一眼就看出 这位不同凡响的末路英雄 死期沉沉的杨素福 怎能束缚住这位 对李静一见倾心的女中豪杰呢 尤三姐 美人慧眼视英雄 不爱财大是大的贾家公子 而爱行侠仗义的柳公子 初见柳香脸时 便芳心暗许 甚至甘愿为其殉情 尤三姐与红符女 勇于追求真爱的勇气 可谓稚气凛凛 令人感佩 宝钗看了五美银后说道 作诗不论何题 只要擅翻故人之意 若要随人搅踪走去 纵使字句精工 已落第二意 究竟算不得好诗 意思是 作诗要注重创新 如果只是一位仿效前人作品 不能擅翻古人之意 那么就算自具精工 也难以创作出优秀的作品 接着又说 即如前人所有招君之师甚多 有悲婉招君的 有怨恨严寿的 有积汉地不能使画公 涂貌贤臣而画美人的 纷纷不一 后来王金公富有义态由来画不成 当时网杀毛严寿 永属有耳目所见尚如此 万里安能至遗迪 二诗俱能各出己见 不与人同 今日林妹妹这五首诗 亦可谓命意兴起 别开生灭了 宝钗觉得相同的题材 须有创建 向王安石认为单亲难写是精神 招君出赛不能全都怪到毛岩兽头上 欧阳修认为 汉原帝连身边的女人都保护不了 又如何抵抗千里之外的遗敌呢 而林大玉的观点显然是在欧阳修和王安石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 他说汉原帝即使再昏庸再无作为 也不该将决定权交给一个小小的画工 因此宝钗大战命意兴起 别开生灭 而意态由来化不成 耳目所见尚如此的这两句 还提醒了读者 要从意态上去体会 而不是耳目上去解读 也就是说 吴美盈与红楼梦女子的关系 要从人物的心态上去联想 而不是从人物的故事上去解读 《红楼梦说梦》的作者二知道人曾说 《普遥斋之孤愤》 《甲贵狐》已发之 《施耐安之孤愤》 《甲盗贼》已发之 《曹雪晴》之孤愤 《甲儿女》已发之 同是一把心酸泪液 林黛玉的吴美盈抒发的是黛玉对世事人情的感慨 也是《红楼梦》作者借《待遇之口》表明自己的孤愤之情 不仅仅是历代红颜对待爱情的态度 也是《红楼梦》对待自己 与对待人生的态度 吴美盈绝不是孤立于情节之外的内容 她有她深层的寓意 不同于借物抒情的藏花影 桃花形 海棠诗 永续词等等 这是黛玉唯一一次描写人物职呈观点 而且还郑重其势底让丫头们摆设供桌 陈设林偶国品祭奠 《知焰斋》曾批示五美盈与后十独营对照 可惜我们看不到八十回后的十独营 否则更能清楚五美盈与《红楼梦》情节的关联 找到更多与诗意相关的线索 《红楼梦》情节的关联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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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 tells疗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